台南博 ...... 大家好 我是華信特工超盤總監 黃威君 那今天的一個指數當然 做到昨天晚上 因為聯準會 升息一馬 那我之前也跟各位講過 其实不要去怕升息 因为以目前来讲的话 美国它不会大幅升息 因为如果大幅升息 那当然对整个呢 国际的股市的一个影响 它会相对的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说不升跟缓升的话 像现在缓升你看到 昨天道琼大涨了224点 所以有时候投资朋友 他还在意这个消息面 到最后呢都是虚惊一场 所以这也算说已经利空出尽了 所以投资朋友在心中的一块石头 那当然也要放下 但是在操作上呢 我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要有事先的准备 红军呢那当我分医师 我事先帮你们做预测 那事后呢你们再来验证 但是每一次验证到 我相信来不及 也不是说来不及 是说你来不及准备 所以很多股票涨上去 前几天跌破八千点 你们吓得要死 把股票通通杀光光 那现在呢又涨回来了 那你又害怕说你买不到股票 所以你这种心结一直在纠结嘛 那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其实你不要去看指数 你不要去看所谓的一个消息面 你只要在族群跟个股里面 那当然族群的你一定要去找什么 主流的族群 那什么叫主流 我也跟各位讲这一波 我们锁定在太阳能 包括了在生计 而且一直来验证给各位看 那电子股 我说这一波你也不要去小看 反正呢这个地方作账的标的 你拉回来你一定要再 买它一次再赚它一次 这都是事先跟你讲 所以我说这一波会回来测8059 虽然破但是各位 破没量这个叫假跌破 假跌破呢它回来那个区间 那个大区间没有改变的时候 还是回到一个个股的一个着势嘛 所以各位你看到 昨天道琼大涨了224点 那我相信呢在 大盘跌破8000点的时候 当天我跟各位讲什么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我们第二次的买回忠誉 第二次买回忠誉 在250以下 这一天各位你要看清楚 这一天是你们在杀低的这一天 但是我带你们进场 那短线上各位 这波的最高涨到279.5 这足指是29块五毛钱 你如果趁说这里杀破买个十张 你上去去卖的话 你买个十张你看到 那短短的这三个交易日 你是不是赚29万五千块 所以我说的这个盘子在考验你的智慧跟勇气 但是我已经跟各位讲说 12月份 你做多 赚钱的机会会比做空来得大 你看到中玉 我们177买 那这一波涨到多少 303 这足足是六成 足足都六成 那我们总共各位 你看到如果说这个价差 你把它算起来 那也足足126块的价差 那第二次你看到 又让你验证到 这一次各位你看到 我们再买回来就好 短线上 这三个交易日 有没有29.5块钱 这就要告诉你说 你在主流里面 其实这个机会会很大 那强势股它不会一日反转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这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看得懂 我告诉你 我是希望说 在年底这一波 大家一起来赚钱 你看到 自清 这是从底部一路做上来 就是说 我们在第一买 然后高卖之后来 那资金转到那边一个地方 那第二波整理完来 第二次进场 那现在各位 第三次的机会 是不是又来了 他拉回量都收了 今天又重新 占回所有的一个均线的位置点 所以四大天王 浩鼎 中域 包括葡萄王 这是在整个生技族群里面 我跟各位讲的四大天王 也就是说在整个族群的指标 但是各位 那现在呢 因为这四大天王 浩鼎 中域 包括葡萄王 这个都已经大一个空间之后 那接下来 哪些股票 它的机会最大 所以有时候 很多股票呢 我们都是能一波一波呢 带各位呢 你去操作 不是说那现在 大涨 然后大家来讲说 哇那股票呢 大家一起追 不是 就像太阳冷 今天各位 那你看到太阳冷这里 前面呢 大涨 那缩合呢 这档个股 我相信各位 今天也是大涨了三十八块 大涨了三十八块 所以这个是什么 一路创高的一个股票 所以你要看 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呢 才最重要 不是说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一直在预设立场 那你是不是又错过 最好的一个加码店 那这档股票 我们从呢 五百块这一路呢 帮各位呢 规划上来 现在已经来到七百四十六块 七百四十六块 那这个是让各位 你去验证嘛 那太阳冷 我最近也跟各位讲说 我们呢 开始 就是在低价的里面 帮你找机会 五四八三的中美金 这个各位也很清楚的 都已经大做一波 那最重要是说 我们最近呢 跟各位讲的像 生阳科 有没有 这波你没有做到 那这里回来季线 那季线是上阳 那这个地方 你拉回来买 那你的机会呢 是不是呢 会更大 不是说 我们在事后论 一样的道理 合金 之前呢 这三根掌停板 你没有赚到 那这也是回测 季线它向上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买 你看那是不是呢 回到这里 这个价差呢 是不是又赚回来 所以我说这个盘 也不要呢 看得太坏 那十二月之前 有机会的股票 各位呢 你好好掌握 那我们现在呢 有一份的研究报告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带这个大盘 突破崇尾 所以突破崇尾的大英雄 研究报告 如果呢 这个量度是没有 你不要买什么 那没有关系 这一份研究报告 拿回去 今天免费送给各位 我希望呢 各位呢 一定要好好掌握 十二月份的下半个月 个股上最好赚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呢 每个人呢 都能够在年底之前呢 能够再赚它一波 大家呢 多好过 我们等一下要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现场 那在整个太阳冷的一个产业 其实呢 我讲过是明年哦 在整个能见度的会比较说明朗的 所以我说你在这种族群里面 其实个股在大涨小回的时候 你要利用那个小回 你要回来呢做家嘛 我们现在不是跟你讲那种 在明年呢 已经没有机会 如果明年没有机会的话 当然 这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但是如果以波段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一定要从产业里面去选股 那技术妹那当然这是我们这边内行的 我们从技术妹帮你找切入店 那筹码部分呢找卖店 所以这个买股跟卖股之间呢 你要如何的去操作呢 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太阳能 我说我呢你看到 你看 营收 逐月逐绩一路在创高 股价也是一路一路在创高 所以这个叫趋势明朗的一个个股 所以这个叫趋势股 那国寿呢之前我们也是一样在低档 方格文呢掌握了这一个波段的一个掌势 那这一次呢又回来又回来 看到没有 夜线 所以它是一个强势的个股 它没有回到季线 它回到夜线 所以我认为说它还有在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个股 里面特别的一个注意 所以在这里的一个操作上 我也希望说在有一些个股 它在这里其实都是在高档震荡之后 它准备要创高的个股 所以这种股票趋势往下 你就不要说刻意的去放空 那电子股也是在 月底这一波各位要注意的 我说月底 集团作帐对吧 那包括说法人作帐 哪些标的 之前介绍给各位 但是你第一打没买到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现在走回车的时候 你不要怕 我跟你讲升喜 不升跟缓升是对股市正面的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地方 你看到人家杀股票 那你就跟人家杀 那我跟各位讲 你又杀在这一波八千点以下 那现在的各位又涨上来 八千三百点 你是不是又要想追股票了 所以你不要去看指数 因为我讲过指数 它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很多投资本有 从十一月份问到我 问到现在我都同样的一句话 说真的洪老师我讲的也很烦 你知道吗 但是个股上我给你们的事实上 都是一路在涨 就像说五四九年的通亨 那这个都是去 你看哦 我们就从底部疲入一波 你看你这一波掌握 这一波掌握 这一波掌握 你押回来如果再一波上去 他就没有 那你看到这一种呢 你看一波一波操作呢 那是不是非常好赚 为什么押回来量收了 里面都不敢买呢 这就我感觉很纳闷的说 这个趋势明明它是在往上 它不是往下 每次押回来都不破滴哦 押回来不破滴 押回来都不破滴 这技术上锁的真的非常完美 八八八零八六一样嘛 所以这波是押得深一点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会来紧线啊 紧线买啊 即使说稍微po一下 你买了 会不会再 会不会赚 会不会赚 所以这两股票啊各位 你要特别注意 法人呢二十个交易日 买了四五万张 所以 那是不是会成为月底作战的标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说底部它刚刚才打出来 都还没有脱离底部太远 那这个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机会 那立望也是一样 这都在底部的位置点 那之前这一波里面做到 押回来我们再低档再加码一次 就是为什么 回到季线 所以季线开始要翻牙了喔 特别注意 好 我要告诉各位 这些股票我没有带你去追高 我没有带你追高 我都是在低档 然后来介绍给各位 因为 因为我也反对投资朋友 你去追高 为什么 因为很多老师很喜欢呢 去追那种过去的股票 都已经涨了一大段 然后再创新高 那可能五波段涨完了 准备要毁的时候 然后呢 叫你们去买 但是买它是做短 还是要做长 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看每一次 你们追进去之后 哇 可能还有高点 但是 赚不多你也不会卖嘛 但是一路呢 你看到哇 跌下来 哇那是不是呢 要反弹要反弹 结果一直每一次反弹 趋势往下的时候 反弹你都不卖 你们不是都一直 都是在高档靠脑之后 那一路的往下报吗 所以 这些个股 各位呢 你要特别的注意 力旺 包括说 童亨 这PA的 包括PA的 洪杰科 这些个股呢 各位要 特别的注意 那如果说你想要呢 在月底之前 啊 多少摸贪也 对不对 所以突破重围的 大英雄研究报告 今天呢 你打电话进来 我们免费 来送给各位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会